今天我们行浪骑,有个新成员,早晨 早晨,早晨 在西贡搭29R小巴来到西湾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现在我们先去崔铜鸥那里 哇,在这里山梨傾斜 不建议你走这条路,不过都可以过 几场大雨,好多水 哇,这个蔓延水库好漂亮 啊,这里望到西坝 又在这里讲相机,是吗? 对,对,对 旁边,帮他这些人去 急步 对,对,对 这个帮 好,准备了 1,2 啊,昔夜哥哥早晨 好多人,好多人围着你 现在,好害怕啊,他 好害怕啊,他 跟着呢,就上这个崔铜鸥 噢,这一段呢,就应该是最斜的了 这一段呢,就应该是最斜的了 傻不傻气啊,阿曼 傻不傻气啊 傻不傻气啊 这叫崔铜鸥啊 这叫崔铜鸥啊 就是崔铜鸥那样 好像崔铜铜鸥那样 崔铜铜鸥那样 好了,到了这个崔铜鸥了 现在呢,我们在崔铜鸥 一间呢,就会走这一条的 我记得第二段 就上了西湾山 跟着呢 就下去这个的 浪贱湾 跟着呢,就走去东坝 这里看不到的 跟着呢,就去西坝 然后呢,就沿着一路呢 是回出去 去上摇 就是今天的终点 浪茄三油二分一公里 一个半钟头 好了,现在呢 我们就向浪茄进发了 阿敏第一个 好了,跟着呢 好,到我们了 好,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好,加油 好 好,这里有个观景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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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这里呢,就望到西湾 好,在这里呢,就望到西湾 远方那个在左边是蓝蛇尖 这里真的很凉爽 麦里号经第二段 哇,好靓啊 转回来看一看,后面好靓 西湾,旁边是咸田湾 哦,看到一条很清楚的路在对面 稍后我们会在那里上 这里就是西湾山 哦,两边都可以的 原来 刚才我们在对面山那里走下来 来到这里 在山顶里有一个大石 这块是琴麒石 哇,这里不要下雨了 烂泥扮的 这边看到西湾 我们刚才走那条路 另外一边就看到万宜水湖 哇,这里全部是红色的泥土 好,现在Josen上去看一看 这里是不是西湾山的山顶 哦,这里中间有棵树 好,这里又看到路牌 麦里号经 所以这个方向都对了 山顶那里有个亭 那里应该是西湾山的山顶 看它右手边 就是万宜水湖 哇,这里好舒服啊 有阵风啊 唉,那阵风很厉害啊 一路向右边看 就看到那边是马鞍山 有阵风很厉害啊 加油啊,阿敏 我现在还没废 加油啊 不要緊 我不用叫Ringo加油 因为有很多人 是啊 阿敏加油 我就转气了 前面那两个啊 我们就中间了 对吧 哦 啊 啊,这里有些树荫啊 休息一下 看过那边呢 就看到有条路了 那这条路呢 一路就会上到这个西湾山的顶了 好了,现在呢 就下了一小段 跟着呢 就一路上了 好处啊 好处啊 啊,这段梯禁好处啊 啊 嗯 先坐下 先看看 這個觀景台是欣賞這四灣的最佳位置 這個就是西灣 旁邊的是鹹田灣 鹹田灣後面的是藍蛇尖 旁邊的是大灣 再遠一點的就是東灣 這邊是萬宜水庫 我們經過這些山過來的 好了,繼續上了 應該快到山頂了 好,努力努力,加油 加油 加油 不見了,早晨 早晨 到了到了到了 千辛萬苦 好,終於來到這裏了 有標高柱 西灣山314米 很矮的 終於來到西灣山山頂了 314米,不是很高 但今天都幾辛苦 因為熱 很快便會到那個艇 終於到這個艇了 哎呀,在這裏休息一會 起碼也要 這裏 這裏是萬宜水庫全面看 這裏是望到西壩 東壩是另外一邊 但這裏是看不到 在這裏 好,起行啦 起行啦 起行啦 這個艇真是風涼水冷 幾乎不捨得走 好啊 這裏呢 見到有兩個山咀 在左手邊這個呢 就叫增拍角墟 右手邊那個呢 就是標尖角 裡面的彎呢 就是浪茄彎 不過這裏看不到 那裏有些難度啊 對啊 對啊 鑿子 鑿子 真是打鼻子 這裏有些難度啊 這裡 這裏有些難度啊 對啊 這裏 不容拍我線低啊 我拍你便不會線低 拉 漫移路,一個小時 前面就看到浪茄灣 現在看到這個就是增鵬角咀 再回來一點點,看到一個亭 加油加油 這裡看到浪茄灣 外面的山咀是標尖角 這裏是萬宜水庫 一路向左邊就是浪茄灣 可以看到萬宜水庫是高於浪茄灣很多的 這裏是萬宜水庫 這裏是浪茄仔,外面的山咀是增鵬角咀 這邊看到浪茄灣,外面的山咀是標尖角 前面就到觀景亭 現在看到這裏是浪茄灣 基督教戶外中心,一個戒讀所 一路向上望它 這山就是剛才我們在這裏走過來的 這就是獨孤山 這邊都有很多這些六角柱石 在這個艇坐了一大輪 現在我們繼續在這裏下去了 前面有些溪水啊 清涼一下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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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水是透心涼啊 這裏是屬於基督教喚外中心 這裏是金界獨所的範圍 來的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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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呢 那邊呢 除了有這些六芳柱石之外呢 還有一些可舌洞 这边都有很多这些六角柱石 这边就是基督教户外中 中心的继续所 万宜路半小时就到了 一有四分一公里 这边也看到张生的墨堡 还要上这个山仔 这条是裸命车不是长命车 来到这个位置就转行墨里浩径第一段 就快到了 对面有几个海食洞 在这里看到很多这些六角柱石 这条路比较平坦 这条路比较平坦 实际上太累了 有的士就坐的士 好了 现在到了西贡 去茶餐厅吃个下午茶餐 旅程结束了 旅程结束了 这条路比较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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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是一个一吉他 而且霞山太太 不太随着 这条路比较平坦 你这条路比较平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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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